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黄美玲 感谢主办单位让我有机会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世界演说热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演说热 从2016年开始,每一年 主办单位都会邀请不同年龄层,不同国际和不同种族的人士 利用这个世界演说热的平台 来与大家分享每个人对不同事物和事件的看法、意见和说法 今年2021年的主题是 Humanity at the Cross Roots 我个人理解为人正在十字路口 我个人对这个题目的了解呢 就是人类的选择 人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有几个方向 无非是向左走 或者是向右拐 向前冲 或者是往后退 无论什么选择都会有不一样的后果 就好像当你驾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你肯定会选择一个路口能把你带到你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但是在途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道路坍塌 淹水或者是道路封闭了 让你无法继续前进 这个时候 如果刚才我选择另外一个路口的话 现在的结果会不会是不一样的呢 很多时候 当我们的选择 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懊恼 甚至抱憾终生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想 如果我没有说那句话 那么 现在可能 就会发生不一样的情况 如果 我不选择做那件事情 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个局面 可是 已经发生了的事 是不可能有如果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的 就好像香港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 有找之 就没有乞丐 用广东话来想的话 就是 要走机找某客一了 其实呢 我本身也有做过很多让自己非常遗憾的选择 可是呢 我把我所经历的这些遗憾呢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 处理事情的时候 更加的稳重 我也有做过很多让我自己开心和自豪的选择 比如说 我选择了参加Toastmasters国际讲演会 所以今天我才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参与这个世界演出日 与大家见面 最后我想说 无论你做任何的选择 结果或者是结局肯定是有好的 或者是有遗憾的 但是不要因为你做了错误的选择而惩罚自己 应该从这些错误的选择中 的遗憾中学习改正 把自己变得更好 更强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